今天的訊息是留意和處理情緒 因為情緒是一件難處理的東西 是不容易的 學到能夠處理情緒 可以為一種藝術 亦都令到我們人開心 怎樣能夠活得開心 令得輕鬆呢 是需要學習 刻意去處理情緒 這件事很多人來說是覺得很困難 我今天會拆解其中的因素 首先我們認識各種的感覺 我們有的感覺 我們的情緒 這裡就是在西方 他們用英文字 講出我們情緒分開的類別 我們的感覺 英國或者各種感覺的類別 英文比較容易記得 一起讀一讀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hurt 開頭好幾個 因為全部都是add 有D音的尾 所以比較容易記得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有一個hurt 加進去 意思是我們的感覺的類別 有開心 包括興奮 然後有憂愁 總之凡是那種負面 很沉啊 那種感覺 憂鬱 憤怒 激氣怒嘈 害怕 害怕 以及羞恥 或者內疚 另外就是受傷害 被人傷害之後受傷害 然後下面那些呢 就是有另外 我見到其實都有一些類別的情緒 一起讀一讀 好嗎 愛 喜悦 自豪 驕傲 驚奇 害羞 失望 絕望 厭惡 都是其他一些的感覺 就是會喜歡這件事 喜悦它 愛它 或者是自豪 做得很好啊 這次 這個可以是正面或者是負面的 譬如負面的驕傲 我覺得自己厲害的人 但是正面可以是個人覺得自己是重要的 我是寶貴的 然後驚奇 就是有些事發生突然很驚奇 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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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望 絕望 厭惡 其實這裡有很多種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感覺 這是第一 我們學習去留意敏感到 聖經首先呢 這個圖出不了 有個圖的但是出不了 針完四章二十三字一起讀 你要保守你心 正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這個經文就是講到 我們處理情緒 所有思想 所有裡面的東西 就是保守我們的心 聖覺保守一切 因為我們的內心 就是一生的果效 會怎樣發出 即是說 心是不開心的 一世人都會有不開心的 心是平安輕鬆的 一世人都有平安輕鬆的 心是正面的 一生都有正面的 例如像我這樣 我自己的神 給我這個很正面的心態 有些人 即是有些人跟我相處 相處比較久 有時 他就發現 他就算有些人 說我 攻擊我 說閒話 然後我馬上會說 什麼說話 我看看怎樣處理 都不要緊的 都不用放在心上 即我馬上會說這些說話 但有些人 他因為他所認識的人 就不是這樣的 多數是 我搞錯啊 那些人這麼壞啊 真是很難頂啊 真是生氣死人 即有很多人 就會進入這種狀況 因為他沒有很小心 保守他的心 已經成為一種習慣 因為有什麼不開心 立刻煩惱 煩惱是會傷害 會破壞的 因為煩惱就會破壞 整個人的 熟靈生命 和我們的情緒 所以我們學習 要去敏感 留意到我們裡面 有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去保守 另外一個經文 我們一起讀 《真面》十七章二十二節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憂傷的靈時歸庫光》 《喜樂的心》 真的是良藥來的 即有些人 即可以說很幸福 即家庭很幸福 所以有些小朋友都很開心的 也有些小朋友 是很被虐待 甚至有些 我們最近都聽過 虐待死了 即有些這樣的情況 但其實我們 多數人都不是這樣 極端的情況 但是真的 家裡是經常 開心的 是一件好事 小朋友開始 都開開心心 其實小孩 寶寶 是很自然 很開心的 很容易哄他開心的 但有時候 父母的憤怒 那些 他家庭的問題 就放在寶寶身上 結果令寶寶受影響 但如果這個父母 能夠有一個正面心態 如果我幫助我兒子 開心 將來我都會開心 那些小朋友 從小時候都會開心 而神 真是刺被人喜樂的 小骨 枯乾 無論是憂傷 孤單 被指控 或者很多時候 人們指控自己 或者很失望 很絕望 這些全部都很辛苦 其實我自己發覺 當我一揹著重擔 我都會覺得辛苦 我都是沒有例外的 我是一定要處理 我不能夠說 我是牧師就沒事的 不是這樣的 好了 很多人處理情緒 是順其自然 什麼叫順其自然 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想怎樣就怎樣 我想吃就吃 就吃 就確實你想吃 當然可以吃 但他順其自然 那些不好的人 就會受影響 你看到這個人 吃東西好 吃吃吃吃 就是很瘋狂地吃 有時有時 因為這些人 他們的心裡面 有一種不開心 或者有一種癮 另外一種 這個人就很開心 很開心 不過這些人的開心 是什麼呢 是有朋友就開心 就是有人一起開心 但沒有朋友 就未必會開心 就是他開心是 要依靠別人的 就是別人對他好 他就開心了 別人對他不好 他就不開心了 另外一種呢 就是開心 就是看電視 就是 有些娛樂電視 哇 很開心很開心 那就是被動的 那這種的開心 有得好看 就會開心 沒得看 就不開心 就是這樣的時候 這種開心 是不會恨狗的 另外呢 就是順其自然 就是會憂傷 那些煩惱 那些苦惱 那些負面情緒 他是 哎呀 不開心 哎呀 那些人對我不好 哎呀 真是慘 那順其自然 就會哭 就會愁 就會睡不著 就會不開心 就是順其自然 不是一個解決方法 但很多人就覺得 順其自然呢 就是最自然的 但是事實上 我們人的聚性 是很多時候 順其自然 並不一定是好的 這個呢 這個呢 如果大家 聽過這套電影 是一套電影 是挺特別的 這套電影 是Inside Out 是嗎 Inside Out 他呢 就說到人裏面 有五種的情緒 然後呢 這個其中一個 這個就是開心的 這個就是 這個穿山的開心 那個呢 就是憂愁 那你說 為什麼人裏面有憂愁呢 一會我會告訴大家 其實每一種的感覺 都有的原因 因為會令到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我們 遇到些什麼 我們裏面經歷些什麼 如果我們沒有感覺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有感覺是一個顯示的 那這裏呢 就是一個顯示 它裏面有些東西 令到它傷心 令到它不開心 那令到不開心 就是一個警鐘 也都好像呢 譬如我們 譬如想作感冒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這樣 我想作感冒 我想作感冒 喉嚨嚇的 喉嚨嚇 喉嚨開始清眉痛 我知道有些事了 那我有時想避免發生 我就快點看醫生 讓他不要病醒了 那大家我不知道 你將會感冒的時候 有什麼感覺 即是有個感覺 有件事發生 那同樣 情緒都會有些事走出來 那些事就是告訴我 有些事需要處理的 好 我們首先看經文 在這個經文裡面 我們看到 詩人如何處理他的情緒 然後一會兒 我就會用不同的情況 來解釋 首先就是詩人留意 他留意到他自己內心的狀況 詩篇七七篇第一節 我一起讀一下 我要向神發聲呼求 我向神發聲 他便留心聽我 我在患難之日尋求主 我在夜間不住地舉手討報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我想念神就煩躁不安 我沉淫悲傷心變發昏 你叫我不能閉眼 我煩難不安 甚至不能說話 這篇詩篇可以說是一篇很特別的詩篇 是講到一個詩人很煩惱的時候 他所寫的 因為很多人就會覺得 寫詩篇當然是很正面的 但是這個詩人 是將他發生的事很坦白地說出來 這也是對於我們一個好好的教導 他告訴我們 就算聖經裡面 這個詩人是阿薩 也有若干的詩篇是他所寫的 就是說他都會很坦白地說出來 他都會一個神所感動寫詩篇的人 都會裡面都一樣有情緒 所以我們大家有情緒並不是出奇的 這裡講到他有些事發生 他在患難之日 他有些事患難發生了 他在患難的時候他有什麼發生 首先他就向神呼求 我向神發聲 他必留心聽我 這是他的結論 他第一節就講到結論 他有這個信心 他知道神一定聽他 但在這一段 他就講到他那種辛苦 他說我在患難之日尋求主 去找神 我在夜間不住舉手討告 因為他當然是很辛苦 在患難的時候他不住舉手討告 但是結果是什麼呢 是否解決了呢 當時不是 那有些人當然說 他都搞定不了 那我就是搞定不了 那一會他會講到他怎麼處理 他就不住舉手討告 但他的心不肯受安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你祈禱 但是心仍是毅全 仍是不開心 仍是煩惱 仍是煩惱 那這個詩人就發現 他的心不肯受安 仍是在煩惱 我想念神就煩躁不安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他裡面有些煩躁的事 覺得神沒有處理到 那他的心一想到神 他又有負面的感覺 走出來了 我沉淫悲傷 在那裡不出聲 沉淫悲傷 在那裡不出聲的時候 我心便發昏 整個心好像沒有力 好像暈那樣 心沒有力 你叫我不能閉眼 就是睡不到覺 自己睡不到覺 我煩惱不安 甚至不能說話 這個人整個人都不安 甚至不能夠說話 這裡我們看到 詩人真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 但是這裡裡面 我們都會看到神的屬性 和整本聖經一起看到 我們一起讀一讀 神接納人有情緒 神讓人留意到情緒 神感動人去尋求他 就是第一 詩人他可以寫一個詩篇放在聖經 就是神都接納他 他雖然有情緒 神都接納他 其實神接納我們每個人都有情緒 其實情緒是神所創造 我們人有情緒 有感覺的 但是人類犯罪之後 這個情緒 本來是一個indicator 就是顯示我們裡面有什麼 但是後來就變成失控 我應該會講到怎樣去處理 但是人是會有反應的 同樣耶穌在世上的時候 他也有情緒的反應 但是他有反應的時候 他不是失控的 他絕對是處理的 神接納人我們有情緒 神讓人留意到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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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動人去找他 我們中間有些人都是 為何找我們呢 因為有情緒問題 很想得到幫助 就是神呢 雖然我們人有這些情緒問題 我們有情緒 反應這個人的自然反應 但是如果是阿當夏娃 他們還沒犯罪的時候 他們就懂得處理 懂得處理 立刻就可以沒事的 但是因為人類犯罪 結果就會有事了 神就會讓人留意到情緒 然後感動人去找他 來得到幫助 接著就是 下一點就是 詩人反思神 永遠丟棄 還有不再愛我嗎 他就在那裡反思了 他經歷這個情況 第五節開始我們一起讀 我追上古時之日 上古之年 我想起我夜間的歌曲 換心自問 我心裡也仔細省察 難道主要永遠丟棄 我不再思恩嗎 難道他的詞外永遠窮盡 他的英拒世世廢獻嗎 難道神忘記開恩 因法路就止住他的慈悲嗎 這裏我們就講到 這裏詩編就講到 這個詩人他就想回 在這個困難的時候 他為何會想回呢 為何明明在煩惱 為何會想回呢 這就是神的屬性和作為 就是神會放些意念在他裏 讓他想回 咦我以前有經過這些 夜間的歌曲 夜間的歌曲 即是說在夜晚為何會唱歌 可能他以前曾經憂愁過 但他唱詩歌得到平安輕鬆 或者他開心得到夜晚都唱歌 神就會感動他 神的屬性 就是神是會感動人 關心人的 令到他想回以前的日子 想回上古之年 他就想起了 他就反思了 想起我夜間的歌曲 就在那裏自己問了 自己問自己 摸著心問自己 我心裏都仔細的醒察 在那裏想回 難道主要永遠丟下我嗎 不再詩恩嗎 是不是神現在永遠都不要我了 他在那裏想回 反思了 這個都是我們可以用的 反思 當我有這個情緒的反應的時候 他反思 難道神現在不要我了嗎 難道他的慈愛永遠窮盡 他的慈愛去到這裏盡頭嗎 走到盡頭再沒有了 他那些應許細細廢氣嗎 他以前應許的東西 全部沒有了嗎 神的同在 神的愛 神的關心沒有了嗎 難道神忘記開恩 是不是他忘記了 沒有記性呢 忘記了開恩呢 因為法律指著他的慈悲 或者他生氣我們以示 他的慈悲就不再在裏 但聖經講到 他永遠都是祝福我們 他不會永遠懷怒的 看有沒有什麼 神的屬性一起讀 神的愛永不窮盡 神在人生 一一起讀 神在人生命中做功 神感動人去反思 就是神的愛永不窮盡 他不會窮盡的 他的愛不會停止的 不會去到盡頭的 還有神在人生 身面中做功 他會感動你 做功在你裏面做功 然後呢 就感動我們去反思 就是神關心我們 他有這個能力 可以進入我們的心中 感動我們去反思 所以看到任何聖經裡面的人物 他們的回應 都是神在他裏面 產生的果效 令到他有這個回應 然後呢 詩人就分析和行動 一起讀 第七篇第十節開始 我便說 這是我的懦弱 但我要追念至高者 顯出右手之年代 我要提說耶華所行的 我要紀念你古時的歧視 我也要思想你的經營 默念你的作為 那他就說到 他就達到一個結論 當我想回的時候 神不會停止他的恩典的 這是我的懦弱 我信心軟弱 但是呢 我要做什麼呢 我要堅決做什麼呢 他就要他的行動了 我要堅決做的 雖念至高者顯出右手之年代 就是我要想回 我要思想 即是說要用思想來處理 那我講到情緒呢 就講到一個人物 我以前讀心理學的時候 大學的時候 講一科也有講到 有一個人 有一個出名的人 這個人在他礦場做工的 然後有個爆炸 有一支鐵枝 居然穿過他的頭 在他穿過他的頭 不死得 真的不死得 但是這些鐵枝 後來他們解剖了 就發現這個鐵枝 將那個人的腦 有其中兩個部分 一部分就是情緒的反應 另一部分就是他的思想 他就發現 他將這個情緒反應和思想 那個部分切斷了 那這個人 從那天開始有什麼反應呢 本來是一個很理智的人 後來就遇著失控了 就是亂發瘋 發神經 押罵人 大聲喊 什麼都不懂得處理 完全失控 他們就去分析他 解剖了 發現他就把他的腦 這兩個部分 就切斷了 原來 我們看到事情發生 就會有反應 這個神做我們的反應 反應的目的是什麼呢 有危險 你就會馬上害怕 譬如說 突然間隔壁的房子倒下來 會怕 怕我馬上要走 你會有個反應 譬如有賊人拿刀出來 你會怕 怕你會走 你會逃避 這個是神做人 有種反應 但是跟著有個理智 就是有個理智 就是有個理智 譬如說 例如一個情況 有火燭 第一個反應 想走 但是想一想 咦 我的親人 我的子女 我爸爸媽媽在裡面 我要衝進去救他 這個是理智 然後呢 令到他會做一個行動 就是說 人一定 如果是處理情緒 一定是需要理智 如果沒有理智 都是哎呀我好不開心 哎呀好煩 哎呀我整天都要睡在那裡 哎呀沒什麼想做啊 什麼都不想做 那他永遠都在這個情況 他永遠都處理不到 一定是要平靜下來 想一想 這個情況 我怎樣分辨呢 到底有什麼可以做呢 為什麼我會這麼不開心呢 我有什麼可以處理呢 那他就有行動了 即是他的思想 就是他會追念回 想回 至高者顯出右手 神的顯出能力的年代 右手 聖經裡面就代表能力的 我要提說 我要講回他做了些什麼 我要紀念你古時的歧視 紀念神古時做了些什麼 我要思想你的經營 以及默念你的作為 那這個是 即是默想 去默想神的作為 我要想回 他這裡有幾個動作 我一起讀一 藍色的部分 追念提說 紀念思想默念 即是說 我要想回這些東西 我要講回這些東西 我要紀念這些東西 我要思想想回這些東西 以及默想這些東西 讓我更加知道神的作為 神的美善 讓我能力可以處理到 那在這裡看到什麼 神的屬性一起讀 神自立人有軟弱 懦弱 懦弱 神在人生命中做工 神感動人去尋求他 就是呢 第一就是 他雖然懦弱 神感動他 神會接納他 還有呢 神會在他生命做工 等他去感動 即是會感動他 跟著就是 感動人去尋求他 就是感動人去想回 追念回想回這些東西 即是神會做工 以至這個人會 用他的思想來處理 用他的理智去處理 然後最後呢 詩人的回應是什麼呢 詩人就宣告神的恩怨 十三節開始 神啊 你的作為是潔淨的 有何神大如神呢 你是行歧視的神 你曾在列邦中 彰顯你的能力 你曾用你的綁匪 屬了你的群 就是雅國和若心的子孫 那麼他最後就宣告了 他宣告了 神的作為是潔淨的 是聖結的 是乾淨的 全部都是美善的 有哪個神 好像大如神呢 其實其他那些不是神的 不過這個用一個普通的字眼 其他那些根本不是神 有哪一個好像神 能夠真是叫人平安輕鬆 這個世界上是沒有的 譬如很多人 拜偶像 他們都說 越拜就越多 惡夢 越多邪靈 鬼扎 很多這樣的搞妖 因為他根本就不是神 所以不能夠幫到人 也有些宗教 他們那些人就會去殺人 很多憤怒 很明顯不是生命提升的 他們會有這種憤怒 報復 但是神就不是的 是醫治安慰的 他是潔淨的神 還有他是行歧視的神 這個歧視是奇妙的 不是奇怪的 是奇妙的 是人都想不到 神是為他愛他的人 所預備的 眼睛未曾看見耳朵 未曾聽見人心 未曾想過 是奇妙的 你想都沒有想過 你看都沒有看過 神可以做這樣的事 神也都在列邦中 彰顯你的能力 不僅是在以色列中 在全世界都會彰顯神的能力 他顯露出來 你曾經用你的榜秘 屬了你的文 就是雅國和約瑟的子孫 神又救贖他的子文 他就宣布了 這個結論是非常好的 不如我們讀回這幾 由第一節開始 留意他那個情緒的反應 然後他怎樣 神叫他反思 然後他後來的改變 我一起讀去欣賞 神的作為在他身上 我要向神發聲呼求 我向神發聲 他必留心聽 很明顯這個是結論 不是他現在這個狀況 我在患難之日尋求主 我在夜間不住地舉手討告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我想念神就煩躁不安 我沉淫悲傷心變法昏 你叫我不能閉眼 我煩念不安 甚至不能說話 我追上古時之人 尚古之年 我想起我夜間的歌曲 門心自問 我心裡也仔細省賊 難道主要永遠丟棄我 不在私隱嗎 難道他的詞愛永遠窮盡 他的應許世世廢氣嗎 難道神忘記開恩 因法路就指著他的慈悲嗎 我便說 這是我的懦弱 但我要追念至高者 顯出右手之年代 我要提說優華所行的 我要紀念你古時的歧視 我也要思想你的經營 默念你的作為 神啊你的作為是潔淨的 有何神大如神呢 你是行其是的神 你曾在列邦中彰顯你的能力 你曾用你的綁秘熟了你的民 就是雅各和藥室的子孫 這個我們看到他就是 神令到他反思 他反思的時候想回神的作為 由他一路思想一路思想的時候 他就一路宣告神的恩典 就看到這個改變 所以我們處理情緒都一樣的 首先我們現在把這個經文應用 在我們日常的生活 其實懼怕是有用的 因為知道要保護自己 當我們看到蛇 你知道要保護自己 那你可能立即有幾個反應 走啦 求救啦 打蛇啦 即是你自然一樣的反應 我們會有這個緊張的反應 所以情緒反應不是錯的 只是你是否停留這個狀況 這個是人必然有的反應 而且情緒好像倉 倉就將問題顯露出來 如果不是有倉 就不知道他裡面有這麼多熱氣 是吧 他有熱氣 所以他找他去醫治 結果就醫好了 但你不知道 他一路不知道 收起來的時候 他就沒有得醫好了 但他知道的時候 那些倉走出來 他知道要醫了 醫好之後 他的臉好 變得好 變得好 這就是情緒 就好像倉 讓我們知道 我們裡面有什麼問題 那憤怒也有用 讓我們知道什麼問題 知道什麼 他的心裡面可能有不同的反應 他裡面可能會覺得很委屈 受傷害 痛苦 即是說有些事情 Something wrong 有些事情是不行的 覺得很不舒服 很不開心 是需要處理的 問題是怎樣處理法 神給我們處理情緒 五個藥事 五個鑰匙 有得性無辜 但這五個有點不同 得性無辜 就是五個過程 這裏就是講到 有幾方面 即是我們要做的 我們一起讀一讀上面 黃色的字 留意 信神 愛自己 信神 和愛自己這兩樣東西 正面 清垃圾 親近神 處理 即是五方面 第一就是 我們留意到 我們裡面有問題 有相信神 和 一方面相信神 和愛自己 即是我們自己要珍惜自己 不珍惜自己 可以放棄 死就死了 算了算了 人間消失 蒸發 這樣就可以 而 有神的愛 做底 墊底 正面的力量 我們需要正面 和清理垃圾 親近神有力量 然後我們能力處理 我們一起讀一讀下面 留意 留意到情緒 我留意到 我有點不開心 我留意到 然後 信神有愛自己 信神能醫治 珍惜自己 願意處理 這幾件事 就是說 我信神真是醫治我的 我珍惜我的生命 我生命是寶貴的 我願意處理 這一步 很多人就沒有進這一步 為什麼很多人情緒 沒有搞定呢 就是這裡沒有進去 根本就是 覺得神會醫 又覺得自己是廢人 又不肯去處理 很多人為什麼 還是繼續煩惱 因為這一步不過 這一步不過 他永遠都處理不到 所以第一步就是 要告訴自己 我們一起跟我宣告 神一定會醫治我們的 神會安慰我們的 神會釋放我們的 神會關心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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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尋找方法,去處理 這一步是否很合理? 有事是否要整? 譬如很簡單,你家裡漏水 你會不會說,漏水,漏水,漏水 你會找人整 你自己整,整不到就找人整 一定要這樣,有事一定要整 但很多人的情緒問題 又不能死,他覺得不能死 所以不用理 但流血就不行 一定要找醫生 但因為裡面流血是看不到的 真的不能死 暫時,但長期可以死 他不會立即流血至死 但裡面的不開心是可以有問題 所以第一,一定是相信神的愛 相信自己是寶貴 然後我願意去處理 好了,又要清垃圾 一起讀 不注目在困難,正面看神 人一定是要 注目在困難 哎呀,人都是壞的 人都是壞的 人都是壞的 人都不好的 人都是對我不好的 一定處理不到 即是你想處理 但每天都看著那些困難 一定處理不到 所以下一步就是 注目有甚麼困難 然後我要正面 有正面的思想 和看神的恩典 看神的恩典 我們就有力量了 接著就親近神 親近神 享受神 為何要加上享受呢 有些人親近神 就怎樣 神,快點醫我 我好慘 快點醫 我好慘 我好急 我不行 那時候是不享受的 就很難得力的 但其實 其道你覺得平安 譬如你聽詩歌 覺得平安 其實詩歌是神給人 一個很大的禮物 當數人聽到詩歌 都會覺得平安輕鬆 那你不開心 你就聽詩歌 你去處理 那你聽到詩歌的時候 你的人平安輕鬆 那你就享受 啊,神叫我平安輕鬆 多謝神 然後處理處理 甚麼一起讀 處理情緒 處理情況 兩樣是不同的 一個是處理我自己的情緒 我怎樣處理 情況就是 這個人罵我 我怎樣處理 有些人是不能處理 為什麼 他幾十年都罵 他人都罵 改變不到 那我們只能夠 善待他 他對他好些 可能他罵少些 但他始終的性格都是這樣的 但是呢 這是一種處理方法 有些人是可以改多些 總之我們要分開 首先 搞定哪一個 先呢 自己裏面先 才搞定問題 有些人就經常想 搞定那個問題 譬如兒子不聽話 搞定他先 快點罵他 快點逼他 他越逼他 越不聽話 搞定自己 自己平安 才能夠處理 這五點希望大家記得 一起讀一讀 留意 信神 愛自己 正面 清垃圾 親近神 處理 好了 現在應用了 當我們知覺到 我們有憤怒 這就是我們留意了 我們留意到 我有點生氣 我有點生氣 在裡面走出來 留意到 裡面可能有不同的反應 我覺得委屈 受傷害 痛苦 有這些感覺出來 有些人就停留在那裡 只是停留在這些情緒裡面 停留的時候一定是不好的 就整個生命很慘 真的有些人是停留在那裡 其實多數人找我們就是停留在那裡 他找不到方法 那我們可以怎樣呢 是可以的而且確有些處理方法 一起讀一下 求主醫治 釋放 被主更生 體恤 描述 修補關係 有關係不好的時候 我們首先求主醫治我們的內心 我們的內心 我們的重擔 釋放我們脫離這些菌鎖 不開心 被主去更生改變 改變了才能夠開始 進一步去體恤他 這個人其實很慘 被人罵很多 所以他現在要罵我 那我體恤他 他其實很慘 他經常罵人 因為他只懂得一個方法就是罵人 所以我體恤他 我遙恤他 然後這一步有些人做到 有些人做不到 我修補關係 希望善待他更加會改好 這個就是 由知覺開始 這個知覺有什麼時候 就是怎樣留意 就是任何事都留意 一會我會顯露出來 就是一會會顯露出來 有些什麼事我們去留意 例如激氣 也有用 有時候我們說激氣 兒女不聽話 發脾氣 激氣 激氣的時候他會有什麼反應 可能想打他 罵他 想罰他 或者氣餌 我兒子都沒有用 這些反應 但我們可以被主處理 有什麼處理 一起讀 被主平靜 後悔所做 被主釋放 聖情被主更生 體恤孩子 尋找方法 建立孩子 去親近神 和處理 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 神做的工作 讓神 讓我們平靜 不要發脾氣 不要用發脾氣 即是發脾氣的時候 處理一定是有問題的 平靜 先 可能就會後悔 我這樣罵他 都是沒有用的 被主釋放 我的怒氣 那些怒氣都被主釋放 讓我鬆回了 性情被主更生 這個難一點 性情改變了 他人鬆了 沒有那麼緊張 鬆了 兒子也聽話一點 然後開始看述兒子 看述兒子 就找方法 然後建立 這個孩子怎麼建立他 這個就是 由激氣才知道後面 有這麼多事情需要做 但有些人就停留在激氣的狀況 怎樣由激氣轉到後面 這才我講五點 憂愁都有用 留意到自己有憂愁 有什麼用呢 自己想哭 憂愁的人會想放棄 對自己會灰心 即是覺得沒有盼望 沒有希望 但是 一部部可以給神改變 一起讀一下 尋求幫助 親近神 被主安慰 觀點被主更生 不吃垃圾 觸緊神恩 建立EQ 那就可以尋求神 人或者神的幫助 有些人自己搞不定 要找人 要找人輔導他 幫他 然後他親近神得力 來主安慰先 他憂愁他要安慰 然後他觀點改變 其實很多時候憂愁 怎麼呢 沒有人理我 我父母離棄我 而是說收留我 神會收留我的 有人傷害我 這些傷害都落在耶穌身上 有耶穌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枕一樣 這就是觀點改變 這是非常重要的 觀點改變 就可以改變了 開始不吃垃圾 那些人罵我 不用放在心上 他有什麼不好 不用放在心上 他攻擊我 不用放在心上 觸緊神的恩 建立EQ 觸緊神的恩 就有這個定力了 然後EQ就說 就算被人罵 一直被人罵 立即處理到 肯有情緒的反應 我剛才講過 有一個人 跟一個牧師 一起 這個人 那個牧師 就不認同他的 但他就找了那個牧師 是他介紹我們認識的 他一直說 就是我 聖靈那方面 他一直說我 但我很快已經處理 我知道他有問題 我就不放在心上 我就不緊張 但我的確有一個反應 他在罵我 我真的驚訝 為什麼他會驚訝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感覺到有很多事情 有驚訝 有些憤怒 為什麼你這樣找我 但我不讓那個憤怒走出來 也有些 有生氣他 有一種 覺得很難搞 很困難 很委屈 冤枉 這種感覺 在同社裡 但我會盡快處理 讓我能夠平靜地去處理 首先我們明白一件事 為什麼這麼難處理 就是一起到上面 情緒比思想快很多 這個 龜套賽跑 結果就是龜贏了 但是這個情緒 是永遠快 他不會追 他不會睡覺 他會快快快 他快的時候 這個原來就是情緒 即是有什麼事反應 我們第一情緒反應 就不是思想 冷靜思想 不會有立刻冷靜思想 是需要時間 我們才懂得冷靜思想 這件事 但是冷靜思想 我們才能夠處理到 任何事發生 都留意自己的感覺 和狀況 這就是 我們學習 去留意如何處理內心 第一行 全是正面 我親近神的時候 覺得什麼 你留意一下 很平安輕鬆 這個感覺 我立刻感謝神 即是留意到這個感覺 多謝耶穌 原來神的同在 那麼輕鬆 那麼舒服 我就多謝神了 譬如有人安慰我們 原來這麼舒服 那我就珍惜這些人 這些人會安慰我 我珍惜了 有食物是否開心 一看到食物 神做的食物 又好吃又漂亮 你看看食物都開心些 有香味 所以我們又感謝神 即是這種感覺 我們都留意到好的感覺 我們停留了 即是有人關心我們 和我們輔導 幫助我們 聊天溝通 我們都覺得舒服的 兩個人呢 即是能夠相通 是和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是美好的 我們又歡喜了 見到歡喜了 下面那些感覺 我們都要留意 家庭有草草 或者兩個人草草 或者同事草草 總之是草草也好 有草草 我立刻會發脾氣 我立刻會生氣 我立刻會生氣 我立刻會受傷 有些人的感覺和其他不同 他會怎樣 唉 我經常做錯事 他會自責 明明那個人衰 他自己會自責 是我的 我經常都招惹有人罵我 唉 我這些人是要抵鬧的 整人都見到我都罵 即是他就會怨自己 那這個就是 他會將 如果我廣東話一句 就是拿屎上身的 即是別人錯 他都會拿屎上身的 那我們留意 為何我會這樣 還有這麼敏感 別人的命令 壞人的話 當作說我自己 譬如有人說別人 譬如有人說別人 譬如有人在我講 唉 很多人都不做工 那他自己沒有做工 他其實 譬如那個人只是說香港 香港很多人都沒有做工 他在說我 其實他在說我 說我不做工 那我們就會想這些 就是因為他裡面沒有安全感 他的潛意識是健康的 我們就留意 即是任何事發生 其實任何事 就算現在你聽我說的訊息 你有什麼情緒 在裡面走出來 當然你現在沒有爆發 但你裡面有些感覺走出來 你就留意了 但我又不是叫你 整天都在那裡死 看看 唉 還有一些 那你就很慘 我不是叫你這樣 而是 你知覺 但你不用給壓力 知覺 但你不用給壓力 我們每個人都是不完美的 有英文有一句說話 有個poster 就是什麼 God has not finished with me yet 即有個poster 給別人說 神都未完成他在我身上工作 所以你不是那麼急 我未完成的 神未搞定我的 即是一句這樣的poster 即原來人個個都有需要處理的問題 我有問題不是死得的 不死得的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有一個輕鬆的心態 但我們平日留意到是有幫助 但最好的方法是怎樣 是多親近神 整天喜樂 感謝耶穌 耶穌真是好 整天感謝神 變成那些喜樂 整天停留在那裡 現在發覺有些不開心出來 為什麼我不開心 原來那人氣我 但他為什麼氣我這麼上心的呢 為什麼我會這麼生氣呢 為什麼別人說我沒有那麼生氣呢 為什麼他說我特別生氣呢 為什麼我明知道他有問題 為什麼我仍然那麼生氣呢 那我們去分辨 分辨到的時候 原來我對於他期望很高 譬如我是兒子 是丈夫 是太太 期望高 所以憤怒越大 或者我素來都對他不服氣的 那就容易生氣了 或者比較了 有人總是喜歡他 老闆喜歡他多些 所以他一衰 我覺得他不值 他不應該老闆喜歡他的 我們就有很多這些潛伏的感覺 在裡面走出來 有什麼情況 看電視的時候 看電視有感覺出來的 有什麼感覺呢 第一好笑 很開心 第二有時候又覺得 自己很臀肺 坐在那裡看電視 會有這些感覺走出來的 很浪費時間 好像沒有心機 又不想做其他事情 發覺沒有心機又是一個感覺 我沒有心機 我沒有心機做其他事情 我沒有耐性做其他事情 我只要找些事情來看 找些事情去做 我才有意義 我覺得 這就是耐心的虛空 還有 WhatsApp的訊息 都會給你很多感覺 有些人說話 你知道 WhatsApp 就是 就是不談大腦 你這樣說話 說話也未必是真的 其實 那些我們不用在意 亦都可以不一定 跟他做朋友 就是我們自己的分別 有些人 有些群組 除非你想想影響他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不一定要保持所有群組 有些人 可能他說話也會令到你發生虎 那樣跳 激起怒吵 或者很忙碌 很急 死了 很多事情 做不完 做不完 這些都是令到我們很多情緒走出來 為何我會這麼急 為何我要這麼迫自己 為何我一趕 我又會這麼害怕 是否我會害怕 會被人看 其實很多可以潛伏的事情 可以說千千萬萬種 但是神可以一步步醫治 或者被人拒絕 被人驚笑 有人說我們會怎樣 傳呼聲的時候 人家不相信 還會說 你看他 信耶穌信得這麼迷 我們馬上心裡怎麼反應 我們能否處理到 或者被人指控 這個其實都很常見的一個感覺 被人指控和指控 人家罵我一次 譬如有人說 你這麼傻 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回家後 真的很傻 為何會這麼傻 被人看 下次小心點 不要在人面前被人看 會有很多感覺 有時甚至很多年後 都會想回 還有失敗 失敗又會 哎呀我又做不到 人家又行 我又不行 我們又會有這些 負面的感覺出來 所以任何情況 我們都留意到 我們就會分辨到我們的狀況 但是呢 我就會這樣說 我們不能在下一節 什麼都處理完 不能夠的 我們處理 我們最容易處理這樣 或者有些最重要需要處理的 而最好的方法是正面 在神裡面 正面呢 你經常詐欺神 已經有些問題 自己會消失的 那你就不用 逐樣逐樣 即如果你逐樣逐樣 這樣處理 很辛苦的 即是 我自卑那怎麼辦 我要 撐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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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撐起自己 撐不起的 即是 有時會這樣 是需要在神裡面 神這麼愛我 是神做 所以為何我經常都會發揚神屬性 是神愛我 是神這麼美善的 每一種感覺都會顯露內心的狀況 或者需要 讓我們知道需要處理 那開心叫我們什麼呢 知道有些好事發生 那什麼好事發生 那就是神 珍惜 是吧 憂愁 有人或者事叫我憂愁 有些事令我不開心 憤怒 有人或者事令我發怒 為何發怒 我自己有什麼原因令我自己發怒 害怕 可能有危險 或者有傷害 要逃避 其實每一樣的 我們的情緒反映 都有顯示一些東西 羞恥或者內疚 我做錯的事有人控訴我 我裡面有些不平的感覺 受傷害有人 傷害我需要醫治 即是 其實全部的感覺都顯示有些東西 好像粒瘡一樣 顯示有些東西需要處理 還有這個是基礎 有些人不喜歡我 神都喜歡我 我當我走神的路 這是三部份的 紅色的部分 就是對神的 然後我們服侍神 我們遵從神的 我們關心人 傳福音 我們輔導人 我們建立教會 神喜歡的 還有我們盡我們責任 在所有的事上 盡責任 神歡喜 總之我做任何一杯涼水 神都喜歡的 這是一個基礎建立 神愛我 我是重要的 讓我們的心平穩安靜 不容易受影響 還有天天清理垃圾 行不行 什麼垃圾呢 傷害 人家傷害我們 怒罵我們 人的閒話 很多人的閒話 就覺得很緊張 很緊要 其實閒話 講閒話的人 你叫他不要說 他還說多些 你越說他 他越 他越 你一按他 他更多東西出 這個當然我們看人 如果是基督徒 我們就看什麼方法 勸道 但是呢 的確 有很多 你越想去改個人 他越不肯改 人的控訴 或者我自己有的失敗感 遺棄感 這些都是影響我們 容易受傷害的 我們 譬如失敗感 我失敗很多次 所以 人家一說些什麼 我今次有失敗 又沒有人喜歡我 遺棄感 以前有人不遺棄我 這些朋友 一個人都不喜歡我 我們會有這些感覺 這些全部都是垃圾 最好方法就是 整天正面神的愛 然後呢 發覺有些地方 接受不了神的愛 就處理 為什麼我接受不了 這是比較輕鬆的方法 就是要憂傷 為什麼整天都憂愁 不是到某些東西憂愁呢 是不是我整天覺得 沒有安全感 整天覺得 什麼都沒有 其實神告訴我們 他似給我們基業 永遠的產業 也就是說 是我們杯中的墳 是我們 他用成糧給我地界 坐落在皆美之處 我的好處不在神以外 全我一切都是神給我 很多好東西的 那 不搖書 有沒有搖書 不露氣 這些全部呢 都要清理垃圾 那 有些實際方法一起讀 心呼吸 思想和宣告 實理應許和恩典 想或做一些令自己喜樂的事 相信我的情緒是可以被管理的 相信被情緒管理會有破壞性 我不想利我周圍的人不開心 別人不好 不關我事 我何必輸給我的情緒呢 刻意放下負面情緒 實際解決問題 而不留在低層中 這些實際方法 有時很激起 心呼吸 放鬆 思想和宣告神的應許和恩典 神愛我的 神幫我的 想一些令你自己開心的 有時 就算你 我們應該找神 但有些人不是馬上找到神的 如果在那個情況 你覺得走出去散步 去散步 去散步 睡覺 你會舒服些 去做 有些不好的 例如有些人不斷過量吃 這是不好的方法 是距離的開心 不過過量吃 後果可能後來就會受到的後果 但那件事是健康的 例如真的走去空曠的地方 其實香港很多公園是很美的 你去的地方真的開心很多 例如其中一個大埔海濱公園 它種很多種花 整天都種很多 現在香港實際很多地方 九龍公園都是種很多很美的花 大家都可以珍惜這些花園 是很美 香港政府現在做得很好的 有些甚麼令你開心 我們都去做一些這樣的事 我們都需要一些活動和娛樂 一些健康的活動和娛樂 或者打球或者散步 或者是任何你自己覺得喜歡的東西 相信我的情緒可以被管理 是可以搞定的 不是一定輸的 相信被情緒管理是有破壞性的 是不行的 我不想令我周圍的人不開心 這也是一個動力 我不開心別人又不開心了 例如有些人想自殺 他可以有一個想法 如果我自殺 我家人很慘 這是一個阻止的方法 如果有一個人真的有一天 會想到自殺的時候 如果我自殺 很多人都很傷心 別人不關我事 他的問題 我為何要揹上身呢 我何必輸給我的情緒呢 情緒 他是破壞我 為何要輸給他呢 刻意放低 刻意放低 我不用煩惱 我靠耶穌得性 不過情緒不是馬上轉回頭 我想開心 不是馬上開心 需要時間讚美耶穌 多謝耶穌 一段時間可能你走下 運動一下 運動有幫助 出一下汗 有些人出汗 有些人不開心都會走出來 而且實際去解決有些問題 而不是留在低層 而我們相信有些人是處理不到的 所以是處理我自己 我不能夠處理他的 德四五部曲也都很有幫助 我們都曾經說過 一起讀黃色字 留意破壞性 聖經處理 親近神 選擇順服 就是留意有什麼問題 然後知道他有破壞性 一定有破壞性 我煩惱 不開心 一定有破壞性 聖經怎樣處理呢 聖經叫我怎樣處理呢 由我親近神得力 由選擇順服 就是我所講的五個方法 其實他就把這個處理方法拆開出來 留意就是得勝部曲第一步 但是這幾個 很多是在聖經教導怎樣處理 我們再度一次 第一 留意 信神 愛自己 正面 清垃圾 親近神 處理 可不可以記得 留意 留意有些什麼情緒我們需要處理 我們相信神愛我們 又愛自己 愛神愛人 神愛我 我能夠保持正面 總有方法的 清理垃圾 然後親近神得力 然後我正面去處理 阿尼多日 大家可不可以 其實向這個方向去 你就欣賞自己了 1%進步 感謝神 100天就100% 這樣就很正面了 有些這樣的進步 感謝神 有些這樣的進步 神在幫我 我又在進步 這就是正面的思維 我自己刻意處理 我發覺 我自己發覺 因為作為牧師 有很多面對很多事情 人的問題 人的控訴 各樣的問題 有些難幫助的人 各樣的事要決定 負責任 一些事情 都會帶給我一些負面的感覺 但我就刻意 如果我這樣 我一定會受影響 我一定要正面 神就 這個過程 當我正面處理的時候 我就會幫到人 如果我只是告訴他 我每天都開心 每天都沒有煩惱 如果我每天都輕鬆鬆 那就完全沒有 就是完全不需要處理 但當我處理的時候 我能夠告訴大家 這些處理的方法 在這一陣子我們站起來 一起討告 頭指幫助我們 放下這些煩惱 放下這些重擔 是 有些變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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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安慰我 到位於 耶稣 安慰我 耶稣 安慰我 耶稣 安慰我 到位於 耶稣 安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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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位於 耶稣 安慰我 耶稣 拥抱我 耶稣 拥抱我 多也愿 耶稣 依止我 耶稣 依止我 耶稣 依止我 耶稣 耶稣 依止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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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也愿 耶稣 我自 忤自我 耶稣 依止我 耶稣 依止我 耶稣 耶稣 是依止神 很危 cassette 將乌� COVID 交給耶稣 依止我 一 testament 在心裏面有的 不安心 交給耶稣 依止我 耶稣 求耶稣釋放我的人,求耶稣同我的人,主耶稣釋放我的人,求主耶稣釋放我的人,耶稣多谢你,主耶稣多谢你,多谢赞美,感谢赞美,多谢天父,感谢天父。 哎呀,多谢天父,感谢天父,感谢天父,感谢可赞美,多谢岳雨,感谢天父,感谢天父,感谢天父 兩種淡是何是我能夠釋放 釋放我們的來見百年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聖禮可釋放我們 我們放下煩惱 把煩惱吹出來 我不用介意 每夜說幫助我 我必不懼敗 人能把我 怎麼一樣呢 每夜說幫助我 我必不懼敗 人能把我 怎麼一樣呢 每人能夠拿走神給我恩典 神要幫助我 我們誰能敵黨我們呢 神記不愛惜自己的義子 為我們眾人蛇尿 豈不入包埋密瀾 和白白的慈喊 祂说话不说话 祂来恐高神所感染这一天 祂来说耶稣称我们为义 祂来说定我们的罪 祂来说耶稣已经死了 然而在神的语言为我们祈求 神啊有祢帮我们 我们什么烦恼都放下了 把祂吹出来 神啊我把烦恼都放下了 当天祂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